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還有線上的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善上弟兄姊妹早安 我們今天要思想詩篇的38篇 我們今天要思想詩篇的38篇 38篇是一個個人的禱告 38篇是一篇個人的禱告 是一個懺悔 在詩篇裡面有七篇懺悔詩 在詩篇裡面有七篇懺悔詩 這是其中的一篇 這一篇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這一篇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一開始有小字寫大衛的紀念詩 一開始有小字寫大衛的紀念詩 聖經只有兩篇寫大衛的紀念詩 聖經只有兩篇寫大衛的紀念詩 所以它有它獨特的地位 所以它有它獨特的地位 這個紀念就是能夠記得 這個紀念就是能夠記得 就是神你要記得我 即是神你要記得我 神你要記得我 神你要記得我 大衛跟神說神你要記得我 大衛跟神說神你要記得我 它遇到困難 很大的困難 它沒有出路 它沒有出路 但是它只能夠說神你要記得我 但是它只能夠說神你要記得我 我把這一篇的題目叫做 主啊求祢快快幫助我 因為最後一節說 拯救我的主啊求祢快快幫助我 為什麼要求祢快快幫助我呢 因為只有祢能夠幫助我 因為只有祢能夠幫助我 還有我快受不了了 還有我頂不住了 我沒有出路 我沒有出路 所以神啊祢快快幫助我 所以神啊祢快快幫助我 我們常常是這樣的 我們常常都是這樣 我們自己會想盡各種辦法 我們自己會用盡各種方法 希望有出路 希望有出路 所有的出路都走不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出路都走不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想到說 我們只能夠跟神禱告了 我們這個時候才想 我們只能夠跟神禱告了 我們只能跟神禱告了 我們只能夠向神禱告了 既然只能跟神禱告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跟神禱告呢 既然是只能夠向神禱告 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向神禱告呢 既然只有神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一開始我們就這樣做呢 既然是神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做呢 我們要求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要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一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緊緊地去抓住神 我們有問題的時候 就要緊緊地抓住神 經文分成三段 第一段一到八節 第一段一到八節 叫做主啊雖然身體疾病 求你不要發怒 主啊雖然身體疾病 求你不要發怒 他的痛苦是身体的痛苦 他的痛苦是身体的痛苦 我们特别留意 第三节 他说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第三节那里说 我的肉没有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然后第五节说 我的伤发臭流浓 第五节那里说 我的伤发臭流浓 第六节 我疼痛大大 全躯终日哀痛 第六节 我疼痛大大 拳曲终日哀痛 痛到整个人卷起来 痛到整个人乱迹 然后我满腰是否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这是一个疾病的痛苦 这是一个疾病的痛苦 在这么大的痛苦里面 在这么大的痛苦里面 就好像约布的痛苦一样 就好像虐白的痛苦一样 身体都流浓 身体都发臭 身体发臭了 这个时候应当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人的身体真的是会这样的 人的身体真的会这样的 在疾病里面 很多难以想象的事都会发生 在病毒的时候 很多难以想象的事都会发生 特别我们现在进入高龄化社会 特别现在进入高龄化社会 其实老人家有很多疾病的 其实老人家有很多疾病的 就是躺着太久身体的皮肤都会出问题 躺太久身体皮肤都会坏 都会有伤口的 都会有伤口 伤口会越来越大的 伤口会越来越大 不是老人家会这样 这个年轻力壮的人也是会这样的 不正直老人家会这样 年轻力壮的人都会这样 你可能出了一个意外 你躺在床上很久 你身体皮肤都会出问题的 可能出了意外 躺在床上很久皮肤都会出问题 或者是说长大麻风等等的 或者是长大麻风等等 就可以这个手指这些肉都会不见的 你的手指的肉都会坏了 就是大胃来到这样的状况 大胃就来到这个状况 全身非常痛苦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做呢 他就开口跟神祷告 他就开口跟神祷告 第一节 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第一节 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怒中惩罚我 我们留意大华的说法 我们留意大华的说法 他不是求神说神 你不要责备我 不是的 他不是求神 你不要责备我 不是的 他知道他有问题的 他知道他有问题的 我们有时候会责备太过 我们有时太冲动 会责备太过 就是我们管教小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管教小孩的时候 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拿棍子去打小孩 我们会用棍子去打他 当我们在愤怒里面 我们可能力量过大 就可能就会伤了孩子 我们可能是太生气 所以力量太大 就会伤了小孩 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这边大卫他在跟神求的是 神我有问题 但是神你不要那么生气 这里大卫就求神 神 我很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这么生气 我是应该被管教 我是应该被责备的 我是应该被管教的 我是应该的 但是你不要在怒中来责备我 但是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他先求神的情绪可以下来 他求神的情绪可以下来 他知道我会这么样的凄惨 是因为神在对我生气 他知道他自己这么凄惨 是因为神恨他 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吃什么药 对不对 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吃什么药 要找什么医生 要找哪个医生 想很多的方法 想很多的方法 但大卫他很清楚 但大卫他很清楚 其实是神在责备他 其实是神责备他 神在惩罚他 神惩罚他 是从神的愤怒来的 是从神的愤怒来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源头是神 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源头是神 所以他求神的怒气可以平息下来 所以他求神的怒气可以平息下来 他说第二节 因为你的箭射住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第二节 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我们都没有被箭射到身体 我们都没有试过被箭射入身体 但是总之我们被刺到了 那个痛是很痛的 总之我们被刺到的时候 身体很痛的 然后你的手压住我 然后你的手压住我 就是好像有一种无形的重担 让我们好像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好像有一个无形的重担 让我们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做 常常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要等一个感觉 对不对 常常我们做一些事情 是等一个感觉 那个感觉到了 神的灵到了 你做起来就会非常顺 感觉到了 神的灵到了 你去做就非常之顺 但是有时候你怎么样等 或者你很想做 你就发现好像有一个墙 阻隔在你的面前 但是很多时候你很想去做 但是你发现有一道墙 好像是左鞋在你面前 其实就是神的手压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神的手压在我们身上 然后第三节 因你的脑怒 我的肉无意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第三节 因你的脑怒 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所以大卫很清楚知道 是神的愤怒 还有我的罪过 所以大卫很清楚是神的愤怒 和我的罪过 我会这么惨是神的愤怒 我是这么惨就是因为神的愤怒 但神会愤怒是因为我的罪过 神会愤怒是因为我的罪过 因为第四节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因为第四节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那我为什么会犯罪呢 为什么我会犯罪呢 因为我愚昧 因为我愚昧 第五节 第五节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第五节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所以大卫很清楚知道 是他的愚昧 造成他有罪过 所以他知道 是因为他的愚昧造成他有罪过 因为他有罪过 所以神就发怒我 因为他有罪 所以神就发怒 因为神发怒 所以他的身体搞成这样 因为神发怒 所以他的身体搞成这样 所以要求神不要发怒 所以要求神不要发怒 我要特别强调 这一篇是个人的祷告诗 我要强调你 这篇是个人的祷告诗 是我们跟神的祷告 是我们跟神的祷告 我觉得我们人很容易变成疾病的教导师 我们很容易将他变成疾病的教导师 这个是大卫跟神说 我愚昧我有罪过 这个是大卫跟神说 有罪我愚昧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变成 你疾病你愚昧你有罪过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你有病 因为你愚昧你有罪 你惹神生气 你搞得神很生气 所以你活该 所以你抵抗 你赶快认罪 你快认罪 这样又变成约伯的三个朋友了 又变成约伯的三个朋友了 这个不是疾病的教导师 这一首不是疾病的教导师 这是我们个人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在跟神的祷告 这一篇是我们个人痛苦的时候 同神祈祷的诗 因为在约伯记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因为《约伯记》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上帝用疾病纠正人的过失 上帝用疾病纠正人的过失 用身体的痛苦管教他 用身体的痛苦管教他 所以疾病是 他的源头是可以追到神这边来的 所以疾病他的源头可以追到神那边 但是我们是 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去面对神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去面对神的 不是叫别人去面对神 不是叫别人去面对神 我们作为旁边的朋友 我们陪伴就可以了 我们作为旁边的朋友陪伴就可以了 因为身病人是很痛苦的 因为病的人很痛苦的 他需要安慰 他需要安慰 至于他有没有问题呢 就让圣灵去光照他就可以了 至于他有没有问题呢 叫圣灵去光照他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进到第二段 我们进入第二段 9到14节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你知道我的叹息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你知道我的叹息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你知道我的叹息 身体有疾病 身体有疾病 就很辛苦 就很辛苦 但这个疾病就大到一个程度 但是这个疾病大到一个程度 刚刚讲到身体发臭流浓 刚才讲到身体发臭流浓 就搞成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两棚命友都远离他 搞成这样呢 两棚物友都离开他了 可能身体太臭了 可能因为太臭 可能会有传染病 可能会传染 所以这个朋友都跟你保持距离 所以朋友都跟你保持距离 因为怕被你传染 因为怕被你惹到 这个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 我记得我病的时候 X光片一打出来 就是肺都花了吗 X光片一照出来 整个肺都花了 然后医生就想说 这个要么就是肺结核 医生说一就是肺结核 要么就是肺炎 一就是肺炎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总之可能会传染 总之可能会传染 先隔离再讲 先隔离再讲 好 那一隔离就隔了两个礼拜以上了 一隔离就超过两个礼拜 就是你的病 病到人都怕你 就是病到人都害怕了你 特别在古代的那种状况 特别在古代的那种状况 或者是包括一些宗教的礼仪 或者是包括一些宗教的礼仪 就是这种病人 这样的疾病 他摸过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 就是这样的病人 他摸过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 所以你生命所有人都跑了 所以你一生命所有人都跑了 这种 本来病已经很痛苦了 但是现在安慰你的人都离开你的 本来病已经很痛苦 现在安慰你的人都离开你的 好 这个大家都怕了你 大家都怕了你 好 这我记得那时候牧师来看我的时候 他要经过层层的这种隔离的那种自动门 我记得那时候牧师来探我 他要经过那种隔离的门 好 然后还要穿上隔离的衣服 还要穿上那种保护衣 然后这样才可以看到我 这样才可以进去看我 所以是 就是你的病让人害怕 所以是你的病让人害怕 所以一切的援助都断绝 所以一切的援助都断绝 非常的孤单 非常的孤单 好 这个是 十一节 这个是十一节 我的两旁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我的良朋友 因为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 好 我很担心我的疾病 我很担心我的疾病 但别人更担心你的病会传染它 但是别人更担心你的病会传染它 所以就变得很孤单 所以变得很孤单 就变成身体又痛苦 然后心理又更孤单 变得身体痛苦 心灵更加孤单 好 然后十二节 那寻所我命的设下网罗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 终日思想诡计 十二节 那沉索我命的赤下网罗 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 终日思想诡计 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 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 就会招来仇敌 就会招来仇敌 特别是当你犯罪导致疾病的时候 特别当你犯罪导致疾病的时候 那些仇敌就开始站出来 看怎样再让你更加的 就是怎样来害你 那些仇敌就站出来 看看怎样更加害你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大卫怎么说的 你看大卫怎么说的 十三节 但我如龙子不听 向哑巴不开口 十三节 但我如龙子不听 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 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就把自己当成龙子 就把自己当成龙 听不见 听不到 记得就听不见 就是听不见 所以也不用回应 所以都不用回应 不用的 因为我们可能会很想解释 因为我们可能很想解释 其实解释是没用的 其实解释是没用的 其实误会也不重要的 其实误会也不重要的 这个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你怎么讲都是没有用的 把口伤在别人身上 你怎么说都没用的 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不在别人的嘴巴 问题的核心 不在乎别人的把口 问题是在神的身上 问题是神的身上 问题是神对我发怒 问题是神对我发怒 我们常常会花很多时间 去跟人解释 我们常常会花很多时间 跟别人去解释 然后跟别人说 我很痛苦 跟着跟别人说 我很痛苦 其实人家怕你 其实人家怕了你 人家怕你 不知道会不会传染我 人家怕你的病会不会传染给他 就别人自己可能也很忙 或者人家也很忙 所以你一直要抓人家 其实人家跑得更远 你一直要抓人家 你走得更快 人家就告诉你说 你有问题 人家就跟你说 是你有问题 你这个有问题 你那个有问题 你这个有问题 那样都有问题 都不用听的 都不用听 没用的 没用的 那又怎样呢 那又怎样呢 其实还是要看神 其实都是要看神 所以第二段的一开始 所以第二段的开始 他说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第九节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就是在跟神说 这个标题是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 你知道我的叹息 就好像标题讲的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 但是你知道我的叹息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 你知道我的叹息 主啊 虽然孤单对立 但是你知道我的叹息 就是 对准神 就是对准神 神你 神你不要生气 我知道都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害你这么生气的 是我令到你这么生气 我没有任何帮助 我没有任何帮助 很多人想要害我 很多人想害我 神你知道我的状况 神你知道我的状况 神我只想抓住你而已 神我只想抓住你而已 他们说我怎么样 我都不听的 他们说我怎么样 我也不会回应的 我也不会回应的 我当作听不到 我当作听不到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重点 因为那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犯罪 重点是我犯罪 重点是我愚昧 重点是我愚昧 重点是神管教我 重点是神管教我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其他的都是没有用的 其他都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蛮认同这样的概念 其实我很认同这个概念 我以前觉得自己不会生病 我以前觉得自己不会生病 真的是蛮骄傲的 真的蛮骄傲 等到自己生病才知道自己蛮骄傲的 到自己生病的时候 你才知道自己多么骄傲 我以前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 我以前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我就方言祷告 我就方言祷告 祷告完就好了 然后就康复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印象神病 所以我没有什么印象我病 那如果还是不行 就看自己哪里有问题 认认罪就好了 然后都不行 就认罪了 那又康复了 其实这样还可以 其实这样都可以 我的问题是 我后来就把这个方法教很多人 我的问题是 就是将这个方法教很多人 你看我这样就病就好了 你看我这样就好了 你要不要想想你哪里有问题 你要不要想想你哪里有问题 那我也相信让很多人蛮痛苦的 我都相信我令到很多人都很痛苦 就是人家以为你来安慰他 结果我确实去跟他讲你要悔改 别人以为你安慰 但是我叫别人去悔改 好 所以这是个人的祷告诗 所以这篇是个人的祷告诗 就是大卫有疾病 他有仇敌 但他知道这完全是神在管教他的 大卫知道他有病 他有仇敌 所以我当我进到隔离病房 我也是一直认罪 所以我进了他隔离病房 我都是一直在认罪 好 那求神可以赦免 求神可以赦免 然后进到第三段 然后进入第三段 好 十五节耶和华我仰望你 主我的神你必应允我 十五节耶和华我仰望你 主我的神你必应允我 十五到二十二节 十五节二十二节 主啊认罪祷告是唯一出路 主啊认罪祷告是唯一出路 就是这个状况应当怎么办呢 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状况 我们怎样去面对这种状况呢 我搞成这样是神生气嘛 我搞成这样是因为神发生气嘛 神生气是因为我犯罪让祂生气啊 神发生气是因为我犯罪嘛 所以我就应该认罪 所以我就应该认罪 求神光照 这个很多罪是你痛苦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的 很多罪是你痛苦的时候才会知道的 我记得我在隔离病房就想赞美神 我记得我在隔离病房的时候 我就赞美神 我就要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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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歌要唱出来的时候 一首流行歌就强在前面了 但是我要唱的时候 一首的流行曲就在前面了 就是以前练了很多遍的流行歌 就是以前唱很多次的流行歌 所以飘进来一首就认罪一首气绝一首 所以飘进来一首就认罪一首就弃绝一首 OK 那再重新来一遍 重新再来 另外一首歌又飘进来了 另外一首歌又飘进来 所以我 我那个时候最糟的时候敬拜一首歌 大概要花20分钟才可以唱第一句出来 那时候最差就是20分钟才可以唱到首歌的第一句 那你可能会说我这个太… 这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我以前也不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以前也不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好 但是当你… 当你敬拜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敬拜不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是有问题的 好 所以… 这个都要神的光照 这个都要神的光照 你…这个… 你没有… 就是你没有遇到 你就不觉得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认罪祷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认罪祷告 我们看十八节 我们看十八节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我要因我的罪忧愁 其实就是认罪是唯一的途径 其实就是认罪是唯一的途径 好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争多了 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无理恨我的争多了 这里要请大家留意这个但字 这里要请大家留意这个但字 好 你看大卫他认罪 你看大卫他认罪 他有罪然后他认罪 他有罪然后他认罪 但是 但是 十九节 仇敌又活泼又强壮 而且争多了 十九节 受敌又活泼又强壮 而且是多了 就是其实这整件事情 是罪的问题 整件事就是罪的问题 但也是一个属灵的争战 但是都是一个属灵的争战 所以我们有罪我们认罪 所以我们有罪我们认罪 但是当你认罪之后 你进到神的保护里面 但当你认罪的时候 你进入神的保护 你会发现 好像那个争战更加强烈 你会发现 那个争战好像更加强烈 好像越认罪 仇敌更多 好像越认罪 仇敌更多 好像越认罪 仇敌更加强壮 好像越认罪 仇敌更加强壮 所以我们会看到 认罪带来更大的对立 所以我们看到 认罪带来更大的对立 他就二十节 二十节 是谁跟他对立呢 是谁跟他对立呢 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 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 因我是追求良善 因我是追求良善 所以当我们认罪了 所以当我们认罪 我们心向着神了 我们的心向着神了 其实那个争战是更加强烈的 其实那个争战更加强烈 这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逼经的过程 但是我们继续地追求良善 继续地祷告 但我们继续追求良善 继续祷告 二十一节 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二十一节 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 曾经远离我们的神 祂会再次地回来 曾经远离我们的神 祂会再次回来 就是说神的同在 会再次地恢复过来 就是说神的同在 会再次恢复过来 所以拯救我的主啊 求祢快快帮助我 所以拯救我的主啊 求祢快快帮助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罪呢 就带来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罪带来审判 带来身体的痛苦 带来身体的痛苦 带来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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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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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对的路 这一条是对的路 但是有时候会越认罪呢 这个仇敌越多 但是有时呢 越认罪受敌越多 没关系 我们继续地抓住神 不要紧 我们继续抓住神 继续地祷告 继续祷告 神的同在再次回来 神的同在再次回来 好 这一切问题都会结束的 这一切的问题都会结束的 所以这一首诗呢 就被保留下来 所以这一首诗就被保留下来 好 就是你在极端痛苦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还是要紧紧抓住神 就是你极端痛苦 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都要紧紧抓住神 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大家都怕了你 大家都怕了你 只有人要害你 没有人要帮你 只有人要害你 没有人要帮你 没关系 我们继续抓住神 不要紧 我们继续抓住神 神说这条路是对的 神说这条路是对的 所以这是大卫的纪念诗 所以这一首是大卫的纪念诗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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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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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拜祢 愿祢永远能 喜悦我的生命 求祢满足我的看護 愿祢跟隨我救主 我永远只爱祢 在我生命中祢 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祢 我请爱救主 有谁能够将我与祢分 我们一起领起我们的双手 我们来到永远 祝主神 神啊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爱祢 愿祢永远能 喜悦我的生命 求祢满足我的渴望 愿情跟随我救主 主 这个是我们的恶慕 这个是我们对祢的劍拜 主 今天我们不只举起雙手去捉住祢 主 今天在整个神徒里 祢让我们很深的知道 主 我们的心愿都在祢的面前 我的心愿在祢的面前 无论我在什么的环境 祢都知道 祢像大胃那样 当祢落在极心极心的痛苦 疾病的里面 祢就是回到祢的面前 今天祢就是跟我们每一个 祢的孩子说 来到祢的面前 将自己的心 灵 身体 来到神祢的面前 主 我们多谢赞美你 弟兄姊妹 好吗这一刻 我们能够的就坐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自己 和神有一段 倾心吐意的时间 个人和神 倾心吐意的时间 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 人和神一期 这一刻 从我们都看在祢的面前 祢是为人和神一样 祢的面前 汝是为人和神一样 祢是为人和神一样 祢是为人的快乐 祢是为人和神一样 让我们刚才 这一刻 我寻意,我们都哭一样 我曾经地偶心 我寻找你的 都在回答 你只能找到 机会对你的心里的手 你对你 单单的去到简单 你关心我的心 同样关心我的心 全部是我的个人 你只是我的 问题的 需要的条件 甚至我很多时候 你都会有一个 受害人的疯人 负面的情绪 还是觉得难过 但表达我 但当我担到你的 别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违禁 主要我多谢你 主要我赞美你 因为你 明白我们的疯狀 你知道我们的疯狂 我都会联系ifi 受害人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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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祢祝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看我更多亲近你 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 在你点中鱼鱼 胜过我在世上迁运 我的祝啊 我要等候你身影 安静等候你 看我更多亲近你 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 在你点中鱼鱼 但如果我 我三千年 主 多谢你 多谢你的同在 多谢你很喜悦 和我们单对单的谨论 主你就是和我们说 是指你来到神的面前 并不受惠 无论你有开心 有没有开心的祷告 有没有来到尋求神的面 有没有尋求神的帮助 神跟你说 我完全的接线 我完全接纳你 我以无条件的爱 来到爱你 是指天父爸爸来到等候你 等候你来到神的面前 把你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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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痛苦 把你里面的难受 一日的 去到和这位爸爸去到谈谈 爸爸就是来到帮助你的哥哥 爸爸就是来到保护你的哥哥 很多时候你真的觉得 你已经很努力很努力地 去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甚至你付出了很多 超过你能够做的 但是得到的 可能并不是肯定如赞赏 而是有很多的被误会 很多的否定 很多的不明白 放回很多一枝一枝的箭 射进在你的身上 好像一把一把的刀 插在你的心里面 让你觉得很艰难 神跟你说 是指呢 让神去帮助你 让神去帮你拔走 这些一枝一枝的箭 让神帮你的心 拔走一把一把的刀 当这些拔刀的时间 可能你会觉得很痛 甚至可能去到神的面前 你会觉得很痛 但是神跟你说 神不要弄痛你 神只是来帮你拔走这些箭 神受一阵的痛 神受一阵的痛 神要完全的医好你 一切的伤痛 一切的压力 一切的自卑与否定 神今天你和你说 神医治的大能 要来到充满你 神要将一份爱与信任 更多的加在你 和神的关系的里面 在神的面前 倾心吐意 一定得着帮助 一直得着帮助 神我们多谢赞美你 多谢赞美你 主要多谢你 多谢你 愿意去听我的吐口 主要是指呢 常常都是靠自己 很多时候我遇到问题 遇到事情 我都会靠自己的努力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可以搞得点 觉得你不需要别人去帮助 而至很多的事情 一拖再拖 很多的事情 好像去到一个 没办法挽回的地步 身体里很疲倦 心里面很不安 我就哀歎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 你好像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 我每一次 每一次 每一次 我都是这样的时候 主啊 我知道好像跟你没关系 主啊 好像不相信 你是可以帮助我 我要去到死你的临头 我才懂得去找你 才知道你是可以帮助我们 知道你是可以解决问题 神啊 求你赏免孩子 赏免孩子对你的不信 赏免孩子的骄傲 赏免孩子 没有了真的 与你是亲近 跟你好像没有关系 虽然我知道你挑选我 虽然我知道你爱我 但是呢 我不懂得跟你建立关系 不懂得去寻求你 主啊 求你呢 不要呢 不要呢 在当中去寻 神气 主呢 射免我 今天呢 从大卫的身上里面 我去看见 他常常可以在你的面前 去到呢 去反省 去看见自己有问题 让神你生气 但是我很多时候 面对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 总是觉得自己是受害的那一个 我总是由负面去接受事情的那一个 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孤单的 是软弱的 是无助的 神啊 你来射免我里面 总是没有办法 用一个对的眼光 去看事情 没有办法呢 首先相信 神啊 你是要来帮助我 主求你去射免我 我们下絡嘛 先 坐ged 周我围在一帮在射兵里面 和很困难的弟兄姊妹帐 bibit 周我 周越 周俊 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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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不斷的在病的裏面 很多的疼痛 很大的煎熬 折磨 每晚都睡不到 不斷的失眠 看過很多的醫生 但是找不到能夠得到 醫治的最好的方法 心裏面很痛 很質疑神究竟 是否真的愛我們 甚至覺得神離棄了我們 好像自己得不到神的恩典 神對其他人好 但是對自己特別的不好 總是被偏代的一個 但是今天讀到 詩篇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Amen 在病患的裏面 我們仍然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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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艱難的裏面 仍然 我們仍然 做生 Lori 仍然 挫走我们一切的质疑和不信 甚至迷失 祝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祝一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会在病患里的软弱 情绪经常高高低低 甚至自己挫走自己 主要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主耶稣我为了 很多特殊孩子的家庭向你祷告 天父爸爸当我们面对着 执病先天性的执病 在孩子的身上 面对着他们行为情绪的问题 耶稣我们痛苦不堪 耶稣连亲人连朋友都远离我们 都怕了我们 耶稣我们的心自怨自艾 我们找不到出路 找不到盼望 但是今天安着神你的经文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对准你 我们来寻找你 神啊我们来面对你 我们来呼求你 耶稣啊 是不是我们背向你 我们的自闭症 我们背向你 我们的心还梗 我们强势过你 我们背向你 我们的心肯听 我们的意不肯受教 没有听你的话语 我们一定是得罪你 我们伤你的心 神啊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赦免我们正在患 半夜的罪 我们该宽恕的 我们没有能力宽恕 我们该放手的 我们执着 我们执行执意 偏行记录 耶稣我求你原谅我们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是的我们想到 无论是珍宝的孩子家庭 主啊他们何等的无助 主啊在重病当中的人 何等无助 还有失眠的人 在夜里何等孤单 主啊我们都为这些人 来到你面前祷告 主啊还在为许许多多 长久祷告 不能蒙应允的人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内心 有一个很深的洞 一个很黑的洞 就是我们的祷告 不蒙应允 主啊我们呼求你 我们来找你 我们说主啊 主啊主啊 不要离弃我们 不要离弃我们 回应我们的祷告 应允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们求不着 我们求不着 我们等候 等候 等候 主啊我知道有人不是一年两年的祷告 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等候 主啊打救我们 打救我们 主啊把我们从不幸当中打救出来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 主啊让我们坚信相信你 可以定睛在你身上 说我的主 我的神 我的王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 Adonai 你是我的 Adonai 我唯一能够呼求你 唯一有的就是来呼求你 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心 甚至赦免我的不幸 主啊赦免我们看环境 主啊赦免我们 主啊就是看那个结果 为什么没有我要的结果 为什么没有我要的结果 主啊我们不懂定睛在你的身上 主啊你是主 你是我的主 你负我一切的责任 主啊你负我一切的责任 主啊你知道环境有何等的痛苦 环境让我们有何等的痛苦 主啊让我们百口莫辩 主啊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再继续说下去 主啊甚至仇敌的控诉 主啊我们无力回答 主啊我们不能回应 主啊我们只能来呼求你说 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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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公义在你那里 我的公义在你那里 主啊我们需要你 主啊我们需要你 主啊你的教会需要你 你的教会需要你 你的百姓需要你 呼求你不要离弃我们 不要远离我们 呼求你 呼求你 求你应与我们 主啊你是垂听祷告的那位 你是有眼可以看有耳可以听的那位 主啊我们为我们的艰难向你呼求 弟兄姊妹开拓跟神来祷告 定睛在神身上 定睛在神身上 祂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祂是我们唯一可以抓住的 我们唯一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编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原本在钥匙 她有个物件 爱你 她也主啊 事啊 在神经 treadmill 科学 Aff şu 你 我们员 fright for 我们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在神的同作的里面 拿着心灵的宝具 堪天破除一切不信而惑的力 要离开我的弟兄姐妹 在艰难的里面 你必然能够经历这个从神而来的信心 一切的疑惑 一切的忧怜 一切的沮丧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现在要斥责你完全的离开我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在你心思意念里面 经常跟你说 没有了 就算你点祈祷 都是没用的 这些负面声音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捆帮你 我拿着圣灵的宝具 肯定破除你 要完全的离开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 高阳的宝具 在这里遮住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 今天就在神的里面 领受信心 领受突破 领受盼望 神的光 现在要充满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 你知道没有没有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 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继续为自己方圆透过 神啊你的光充满我们 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力 充满我们的力 神你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否开一切 否开一切 拦阻我们的心思意念 亲近你 拦阻我们一切 相信你 得意志 得帮助的话语 都要完全的离开 毕竟我们祈作完成 獨立的地方 心里 和神的美人 而 oder spiritual componente 今天的歌远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问我 我的盼望 是在乎你 主你是我力量 主你是我造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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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的父女 祢比不动摇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只在乎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台 天固盼使我行道 祢比不动摇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主祢是的我们满心感谢祢 主祢无论外在的环境有多么的糟糕 主祢甚至我们个人的状况 身心灵 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 是何等的孤单 何等的痛苦 主啊今天你透过大卫的诗 告诉我们说 你纪念我们 你纪念我们 你的灵充满我们 你再次给我们盼望 再次给我们的信心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 在线上或在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都成为带导者 神成为你的阿多奈 成为你的主 当你呼求祂的时候 祂纪念你 祂靠近你 而且祂的灵 大大的来充满你 我奉耶稣据明宣告 神迹就在路上 神迹就在路上 曙光已经出来了 曙光已经出来了 你所祷告的事情 好事就在前面 必要发生 奉主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我们今天成岛到这儿 祝福大家